大妈养的你给你来一瓶 养到微轻赞你还给我买水果 我不说了吗 略保诚意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彻底长见识了呀 要说咱大妈的热情见 的确让人手足无措 看咱大爷的表情 估计也是十分紧张 万一相亲不成功的话 那岂不是伤了咱大妈的心呀 你是住在这个社区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么多邻居 都认识吗 都是邻居 都是邻居 我们是回前楼啊 都是坐地户啥 都是坐地户 都是邻居 干啥呀这些啊 要找对象呢 上电视找对象 住得成功了 住得成功了 你也发镜头了 你跟她是做多少年龄去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这阿姨性格咋样 性格行 她这耳朵吧有点聋 其实好人 一说一笑啥说没有 她这耳朵有点背包 阿姨那头一说话 她听我听我人了 完全一样 她好像不搭给她 你看她性格多好 首先来乡亲的大妈 除了退休金稍微低一点 其他条件可谓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辣 咱红娘也是刚过来 邻居一听说咱大妈 马上也是过年的嘴 尽说好好听话 前后吧 我俩就是离婚已经是二十多年了 他呢 就是跟一个朋友的媳妇吧 朋友没了 就是得的心梗没了 完了就是捧交 他给人家怎么整的快堆去 我也不知道 后期跟我说了吧 完了你就表白了 这也就挣钱也不交加了 就是说没有家庭观念了 另外就是 诶 乍结婚的时候 他老揍我老打我的 根本就没啥感情 这都是看孩子 人家在过日子 是不是 所以说吧 他离我俩分手了 我一点都不行着他 我这性格就是开朗的性格 说起之前的婚姻 咱大姐也是一脸无奈 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越有殷勤残缺 人有悲欢离合 此是古男犬呀 如果真的按照咱大妈的言辞来说 那前夫的确有点狗咬皮影子 没一点人情味呀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努力找个合适的老伴 尽快走出曾经的婚姻阴影吧 立贵门子 我就来回这么拉拉 用上我这房子我住十年了 这立贵就是我会先手买的 来回拉拉 他就下炕了 完了我没招了 我也整不了 我这是拿人家活 我不知道咋按 要我搁到门后来 现在还在门后呢 让我就立到这儿来 这安不上 那我自己也挺沉的 这门可沉了 我不知道怎么按 还有个立贵呢 那个也还有个立贵呢 那个也调过门 调过门吧 安不上要我弄了 这是这个小屋 对 这是哪个衣柜门 也剩一扇了 哎 掉这么一会儿 它是两开的 掉一个要我撇了 它现在这个 好像也不太那个 就是顺滑 哎 也不太顺滑 要说咱大妈 虽然不愁吃喝 可在生活上 明显有点凑凑和好 话里话外 都是需要找个老伴呀 毕竟要是有个合适的老伴 家里的一切工作 完全让老伴做就行 不过咱大妈也执着 宁愿把柜子扔了 也不麻烦别人 这骨子就强劲 属实让咱红娘 丈二合上摸不着头脑呀 有眼睛挺喜欢这个人 不知道是怎么着 我这角色好像在这好几十年 好像才找到这么一个可心的 啊 就看照片感觉的 哎 别人有给介绍的吧 不是想这个啊 没有肉 塞吧 没有肉 都想刀头脸 咱们就特别瘦 咱们就个高 那个高的不喜欢呀 因为我个不高 我不喜欢太高 我瞅人家太高手 他瞅我弟弟太高手 不般配 不般配 对 对 般配才行 对呀 爱好点文艺 这不是爱好相同吗 是不是 两人能说到一起去 能聊到一起去 是不是 在择偶要求上 咱大妈也是十分注重长相的 同时也要求共同兴趣 毕竟对于咱大妈来说 首先咱一起需要演员 同时还得有许多共同话题 那样过起日子来的话 才会感到幸福呀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准备怎么样 礼物 还准备个礼物啊 我给她买的是那个牌子的 你这是 我跟你发完照片之后 你觉得行了 然后就去买礼物去了 对呀 那就提前好几天 就准备好了这是 对呀 我啥都准备好了 嗯 刚才这奖子也不能那么送 这不老人头吗 这个腰带 适合老年人长 好看挺好看阿姨 完了 我还做了一首诗 你还做首诗啊 我还等她来了 完了 给她我在念 俗话叫做千里送额毛 你心情一重呀 虽然还没见到相亲对象 咱大妈都已经准备好礼物了 就光凭咱这个热情的镜头 估计闭着眼都不愁挑呀 至于是否能相亲成功 咱还是骑律看唱本 边走边瞧吧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呀 大包小果的啊 拿点水果 拿点水果 一路分布了呀 是不是叔叔 买的啥呀 叔叔我看看 全是水果啊 你看 买的樱桃 樱桃买一道 他买的樱桃 他买的啥 葡萄 葡萄 这是啥 山竹和苹果 山竹和苹果 真是有心了 叔叔 真有诚意 无论结果如何 咱们水里倒 虽然没有见到面 咱大爷也准备了一兜的水果 俩人在这番操作上面 可谓是出奇的一日 这要是不凑在一起的话 真的是天理难容 毕竟人情是故事的 彼此都十分懂 走 叔叔往里见 叔叔先往里见 给你俩介绍一下 叔叔叫朱鸿材 阿姨叫隐相知 就打这脱吧 哎呀 上海道 你去干嘛 初生见面的月宝成艺 外貌还可以 还可以 你都不如老年 在这儿就算行了保养的 我本身长得 我本身长得不如人意 就是跟我比 还舒服人意 阿姨 带着叔叔看看你屋里 参观参观 领他参观参观你家里 可以啊 来吧 走吧 在这儿是这么一个本屋 原先我儿子在屋住的 买房的 后走的 这屋就是闲的 跟那种小单的床房 这两个屋来被上的呆 刚见面 两人都相中了彼此 毕竟对于咱大妈来说 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咱大爷这个样子 已经算是十分好看的了 而咱大爷呢 更是觉得都这个年纪 被别人相中 已经是十分幸运的 所以俩人在三观上 都是出席的一致 这屋睡觉 叔叔你看是不是 这又发现了 又扫一边是不是 在哪呢 叔叔我跟你说 那边 那一半 在这呢 那个门掉了 把这搁的呢 我这整不上 这玩意还挺沉的 你看 挺沉的 我整不动 这回过日了 有男人了 就 啥都给我操 这你放心 我能做到的 一定能办到 阿姨这屋收拾的 利不利着 没比的了 没比的了 干净利的 干净利的 谢谢夸奖 这确实 谢谢夸奖 看到咱大妈的房间后 咱大爷的好感度 也是搜搜网上窜 毕竟咱大妈虽然是一个人 可屋子里 确实打扫的 井井要条呀 眼下所需要的 无疑就是一个 共同生活的老伴 而咱大爷 无疑是最合适的 我买水果 我尝尝 我不说了吗 略保诚意 咱们抱着诚意买的 我看着你的照片吧 特别喜欢了 是吗 没法表达了 谢谢 吃吧 谢谢 我就说安安 我说跟哪过头呢 我好几十年了 我又没找着合适的 是吗 我说这回可能遇着了 真的 真的 他们跟我介绍 不是大高个 上个特别瘦 咱们就想不我耳朵背 不背 这不想不呢 没给我当耳朵 没事咱俩一起上社区唱歌去 就是我最主要目的 这样就欢乐了吗 咱俩一天不研究别的 就研究吃东咱俩玩了 就是研究吃哪玩儿去 玩儿去主要呗 我还好旅游 对啊 怎么乐和怎么活 阿姨 叔叔说他好旅游 我也愿意旅游 我还有旅游群 有一日有两日有 几十块钱 您呢 我吧 我没跟他们参加旅游用啥 我一个人吧 我觉得孤单没啥意思 要有个伴 这会咱俩要成了 咱俩报名吧 对对对啊 是不是 跟我一样 我也不愿意 但是我也不愿意出去 没意思 对啊 咱大妈这一番操作 可谓是瞬间俘虏了大爷的心 又是拿毛巾擦汗 又是给大爷拿水果 这无疑是让咱大爷很感动呀 毕竟对观众来说 咱大妈的性格 无疑是讨人喜欢 按照这个节奏相亲的话 无疑是板上钉钉的 跑不了 这是我们去的一大房啊 他和他是两口的 人家聊 算是我们都当的 都当的 这是往回走 这是在船里造的 还给我拍的 都在沙发上 哎呀 玩得也挺开心的 但是就感觉 我还是缺点啥 少点啥 这会不少了 这会不少了 不少了 不少了 一点都不少了 你爱吃那三鲜饺儿 有人要给你包 你爱吃那三鲜饺儿 有人要给你包 你委屈的泪碎儿 有人要给你包 这个人就是娘 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酒 你好 你好 生意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一说起自个的生活 咱大妈又是一脸无奈 毕竟别人出去旅游 都是成群结队的 而咱大妈呢 只能看着别人 夫妻双双把家还 对于这种情况 他四个无疑是十分羡慕呀 人家都登记了 也杀了一个过二十多年了 那你这啥的 我没毛病 我有毛病 在兄弟媳妇都不能累我 那累我干啥的 是不是 我以前那个前夫吧 就是说啥呢 脾气不这么好 我老婆我是老的传统观念 我结婚早 拍下大锅做 换一大锅弄菜 我是我姻家临 就给接受的 完了呢 也没出啊 你说介绍完对象 一个月过来就结婚了 完了你说大锅弄菜 大锅弄菜不得散学吗 一生奶嘎做不好了 老婆会又不高兴 两个人说 我家没提起 不管那 你告诉我呗 哎呀就打呀 就打我 我没少奶打 没少奶打 打就觉得最有工程的表现 对不对 没意思 打你也干啥 能过过不过 老婆你打啥也打 我瞧不起打 等长得老婆 老婆没了以后吧 反正挨打就少了 挨打就少了 说起之前的婚姻 咱大妈也是一脸的心酸 毕竟当时那个年代 一般结婚都是包办婚姻 这样的婚姻下面 无疑是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 而咱大妈就是如此 在匆忙闪婚后 才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呀 我们俩啊 就像新婚一样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你看我的表现 我告诉你 说不行 叔叔你对阿姨说 告诉你 说不行 但是 咱有实际行动 我这人呢 实惠都傻成的 咱们之间互相了解 互相包吾 对对对 互相陪伴吧 这是最根本的 对 陪伴 一会儿一溜的 一会儿一走 多好 我最羡慕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能养活我 养你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能养活我这行 养你必须的 但是 所以说也是我的承认 咱大爷也是藏包包地嘴 出口成诗 听了咱大妈的故事后 马上引起了她的同情 更是直呼说 再多也没有用 最重要的 还是要看自个的行动 这番话 无疑是引起了 咱大妈的好感呀 那过日子 哎呀一致 你的工资也拿出来 还得那事的 那事我就结束不了 那你就当着 我那工资我没开 我自己搁一边留着 以后 有个天上便当应急 是不是 不合钱 对对对 我说你呢 你这工资钱呢 咱俩就过日子 对对对 我那你的房子呢 租出去 不管租多钱 房钱你自己 自己单纯 我这工资钱我单纯 咱俩就花你工资钱 行 照盆子 对对对 咱俩还吃好喝好 玩好 对对对 看自我客人家心情还挺好 坦荡 心情坦荡 有啥是不啥 感觉这人挺实在的 挺好的 说话老个傻的 不是催醉糊糊的 说事多的人 他不是那样的 俗话叫做百家庆去掉照 张嘴就是钱呀 不过对于老年乡亲来说 肯定会十分在乎经济基础 毕竟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倘若俩人没有太多收入的话 那过起日子来 肯定是十分吃苦 所以在经济支配方面 咱大妈也是格外看重 好在咱大爷赞同所有的要求 想腰带 漂亮啊 还好 还好 比较带挺好 叔叔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 是第几回收到女士送的礼物啊 女士送礼物第一次 第一次啊 没有 没有给我送礼物 没有给你送礼物吧 真好 没有给我送礼物 给她个惊喜的 完了我还做了一首诗 对 阿姨说做了一首诗 俗话叫做道不同 不相为谋 经过一番了解后 俩人不仅三观一致 就连兴趣爱好 也是十分的相同 最后连定情信物都拿出来了 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再过几天 就得邀请咱红娘喝喜酒呀